到底是White Spider 還是橘子熊隊可以拿到象徵 新海爭八二年度總冠軍賽 最高榮譽的戰神精杯 九戰五勝之的比賽 果然一開始就高潮跌起了 雙方前面兩戰打完一比一 一勝一敗平分秋色 所以在第一輪的比賽 接下來要進入到的是 第三場的比賽了 而且真的 我覺得考驗兩個教練的排陣 對 真的是考驗排陣 對 這邊等於是他們心目中想到 該拿下來勝利的都拿下來了 對 所以接下來的比賽 到底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而第三場的比賽 是由Fly White Spider的菲兒 陳可偉選手要出馬了 Fly的戰績是 勝率僅次於Stand 三十一勝17敗 六成四六的勝率 排名在聯盟 例行賽的是第二名 而至於他對戰的是Go 三勝兩敗的成績 覺得熊隊是由戰神Go 夜方艦選手出馬 超人氣選手 對 那比的地圖是斷葬之谷 好的 簡單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了 在畫面中七點鐘方向的藍色 神族選手 華裔Spider的Fly 那對上的呢 則是在十點鐘方向的紅色神族選手橘子熊隊的Go 果然是超人氣選手 對 Go Go今天到一手大學現場 真的超多粉絲找到簽名 對 而且我在現場看到很多Go的力牌 對啊 應該不會有人是拿著這個 要簽名的簽名板去找Stand說 麻煩幫我拿給Go簽名 對 還假裝不認識Stand 對 你是局職的工作人員嗎 對 你是Go嗎 你認識Go嗎 直接把它認錯這樣 不過這場比賽呢 就會攸關到哪一隊可以取得領先了 領先了 對 Fly這一邊是十三人口的狗池 十三人口的狗池的話 其實如果第一時間補四到六條狗 然後如果Go又是那種 建築區比較完補還是有危險 不過Go這邊是一個正常保守的野鏈廠開礦 所以應該還可以 那這邊第一時間Go的探測機 也是來回的在Fly的二框出來跳恰恰 干擾重組的二框的時間點 其實甚至在例行賽 雖然Fly的勝率高達六成四 聯盟第二名 但他Fly對戰Go 也其實只有領先一場三勝兩敗 對 所以臨場的表現真的是非常的關鍵 很難說 那這邊果然Go還是在Fly的二框處 在重組二框處放下一個水晶當騷擾 這一張土呢 重組如果被迫水晶被騷擾 有些土重組就 好 你騷擾我二框我去下三框 但是你看現在Fly的確要走去下三框 但是要走好遠的一段路 那不只這個工兵要走這麼遠的一段路 待會的後蟲伸出來 他也要及早地拉過去 然後工兵伸出來要及早地拉過去 其實這個路程的爬坡 路程的這個跋涉呢 中間就是少踩到滿多錢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藍色的T2Fly 他還是沒有去繞耶 他一直想要 就是要就近啦 對 原本以為 原本以為他那個工兵拉出去是要開礦了 結果後來好像回來 可能狗 13滴的狗應該出來了 就把他咬掉了 所以還是就近開礦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你開到三框的位置 真的有點遠 還是要就近開 我這邊是兩 二框跟三框同時開 好 這時候呢 在我們第二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呢 是我們GO的爸爸媽媽跟妹妹 今天特別來到我們活動現場 那聽說的媽媽呢 有話呢跟這個邦彥說 那我們把時間呢交給我們 葉媽媽 邦彥 媽媽永遠支持你喔 加油 要拿冠軍喔 謝謝 謝謝 謝謝媽媽特別來到活動現場 同樣呢 再把時間呢交給我們三元 好的 剛剛呢 我們就聽到的就是 夜幫院選手啊 戰神GO 他的爸爸媽媽 家人都非常的支持他 對 其實聽得非常感動啦 因為其實 自己打電動打很多年 其實很多父母親都是反對的 那可以看到這樣子 打電動打到職業電競 然後家長都來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感動的 是 好 結果這個 飛蛾FLY啊 終於是可以念到自己家旁邊的小學了 然後不要繞虛 很遠去念 但是因為二礦跟三礦中間有個石頭 所以剛剛畫面有帶到 FLY剛剛已經拉了少量的一化蟲去咬那個石頭 這樣子在二礦三礦連防上 這個防線才會比較短喔 那GO這邊也仍然是在五分半的時間點 提了自己的一攻 還是非常有機會做一個四船門的壓制 跟NIFI剛剛一樣 不過剛剛NIFI的四船門的壓制 是帶傳輸臨近的 其實四船門的壓制 還有各種不同的細微的變體 好 目前呢是神族的GO 那個工兵數三十 而至於FLY呢則是也補上來了 本來二十七變成三十一 兩雙方都是三十一的工兵了 對 這邊還是要看FLY的偵察 其實FLY這位選手 他不管在空圖上 或者在意識上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待一會兒我覺得FLY還是會抓時間點 多補一輪到兩輪的工兵 一定會確保神族 崇族這邊一定會確保自己的工兵數 自己的經濟是比神族來得好的 不過我們看到戰神GO 也是附下了銅牆鐵壁 這個封門一定要做得滴水不漏 對 我們常常在例行賽的時候看到 一旦被丟進去 後患無窮 一旦有動 崇族是很開心的 對啊 有動一百分 對 所以這個戰神GO這個門要顧好 那現在戰神這邊也是傳了 也先補了少量的哨位 四個傳送門加上原本的一個 總共就是五個傳送門 不過這五個傳送門 這四個傳送門第一時間 就被FLY看到 那FLY其實蟑螂炒得要好了 所以FLY待會兒馬上會來補蟑螂 來做防守 看到之後就知道接下來 GO要出什麼招了 對 所以自己也要來應對一下 兩邊都在咬石頭之後 又下礦區了 GO 這邊是三開 三礦喔 傳送門防守三開 所以這邊換GO再拆石頭 來讓自己的防線比較好防了 那FLY不知道有沒有偵查到 FLY看到了 FLY剛剛一次刷了15隻的工兵 我覺得FLY應該應該意識到 對方要開礦 所以這邊FLY把工兵數要補到 三礦的滿營運了 同一時間的進化室也要好了 開始要提升這個工坊 回來這邊瓦斯下了 一次又下三個瓦斯 目前是重組這邊三礦五個瓦斯 GO這邊是直接用三個傳送門 當建築學這把口堵死 對 還有一個光炮 對 光炮也是守門的好幫手 那神族這邊工兵是不會停 但是這邊先傳了一輪的哨位 待會兒這個哨位是做防守用的 因為來避免重組待會兒大量的蟑螂 我第一隻哨位表示 你們太晚來吧 我一個人把那個石頭打掉了 一隻哨位 把它先來就可以先存能量 對阿 後面才陸續來了五隻哨位 哨位還是要及早傳 傳起來然後放著讓它存能量 不然其實你剛傳出來的哨位 頂多就放個立場 甚至連盾都沒辦法開 那現在FLY已經同時間升工坊 開始在補蟑螂的數量 現在FLY已經三礦 六十六隻的工兵三礦滿營運 開始要爆海量的蟑螂 目前九分半充足滿營運 又刷了一輪農民 目前又打到中後期了 對 這兩位選手 現階段都是享受到營運的樂趣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 潛壓了 對 GO 就是十分鐘帶大量哨位 然後直接在前線傳這個BG兵的潛壓 GO已經是繞路過來了 對 FLY有看到喔 如果在比較遼闊地形交戰 我們要看一下立場 現在哨位一定要趕快站立場的位置 好 張矮在後面還不錯 張矮有達到一個輸出 攻兵 FLY拉的也很早 FLY滿快的 不過其實我們看一下 GO前線傳兵 GO應該前線有一個前置水晶的直律傳兵 這邊GO還有蠻多的兵部隊 那FLY右側的張矮機全部被打掉了 而且神族下一步的部隊應該馬上要走過來了 立場堵口堵主框口 堵得很不錯 這個哨位雖然還很多 這個時間連打過來 GO的部隊雖然還是不夠 有一點像是 FLY的後蟲也被證我 攻兵要死光光 而且重點是主框立場一直被堵 導致FLY在主框伸出來的兵也沒辦法做一個援助 這樣子的話 二框兩個基地可能都被點掉 後蟲也被點掉了 這個時間打得相當漂亮喔 GG 最後是由橘子熊隊的GO拿下了這一場的勝利 這場的勝利是相當的關鍵 GO相當振奮 因為除了SAN之外 橘子熊隊的選手也拿到了一勝了 而且是打敗了在例行賽 勝利聯盟排名第二名 高塔六成四的FLY 贊成GO 夜方燕選手 真的剛剛自己 也是滿懊惱的 FLY是滿懊惱的 FLY是非常的懊惱 不過GO的幾波都包括了少尉的這個G級 真的是發揮了很大的一個效用 那橘子熊隊呢 GO那一勝他真的相當振奮 對 主要是他剛剛打那個時間點 FLY才剛開始在補兵 對 然後少尉其實那個交戰的地點 立場放得也很好 所以第一波蟑螂吃掉之後 其實充足的兵來不及補 最後就直接被帶走了 是 哇 橘子熊隊呢 現在已經是取得了2比1的領先了喔 2比1的領先了 那接下來一輪的這個比賽呢 就是要臨時臨場喔 要來派選手了 好 那我們目前呢 進行完我們前三戰的一個賽事呢 目前呢 雙方呢是2比1 那最重要呢 在我們新海爭霸2呢 我們9戰5勝4當中呢 我們從第四戰開始呢 每一場呢 比賽之前呢 那是我們貝爾斯海岸東 那我們來看看呢 我們兩隊的教練 現在呢已經準備就緒了沒有 那也聽聽看呢 在我們場邊幫華益斯拜德加油 這些朋友有什麼話 要跟華益斯拜德說的 太好了 只有你一個人說嗎 欸 那我們 還有嗎 還有嗎 那華益斯拜德的粉絲朋友 有信心嗎 有 許子熊隊的粉絲朋友 要趁勝追求嗎 有 那我們兩隊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兩隊的教練呢 都已經安排就緒了嗎 好 那我們請呢 裁判帶著我們兩隊的教練呢 來為我們宣布呢 等一下呢 在第四戰呢 他們將出賽的選手 好 在這一張呢 貝爾斯海岸呢 冬季圖當中呢 根據收貝爾說的話 他說這一張圖呢 是蟲族呢 是比較佔優勢的 那我們來看看呢 我們目前華益斯拜德呢 在我們第四戰 推出的選手 各位認為是誰 好 第四戰的選手 華益斯拜德 推出的是 LIN 在這一張呢 重組的優勢圖當中 那 許子熊隊 你們認為許子熊會推出誰呢 SAN 真的假的 會推出SAN嗎 我們來看看 許子熊第四戰 推出的選手是 SAN 來會呢 這馬上呢 馬上呢就要進行 究竟呢 兩隊的戰績呢 是追平還是拉開 第四戰呢 精彩比賽呢 馬上就要展開 那我們廣告過後 馬上回來 來會 好 現在呢聽到的是 我們華益斯拜德 是